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拥有一百三十年歷史的 郊西传统荡秋千 现在开放免费报名 并在中秋节来登场 当天除了有赛事进行 还有精彩的晚会演出 乡长张永德 欢迎全国民众来比赛体验 公所表示 当秋千共分为社会公开主 挑战还有体验主 其中公开跟挑战需要网路报名 日期到9月11号 参赛者可以获得纪念T-shirt 还可以拼高额奖金 至于体验主则是现场报名 也有机会得到纪念品 那社会公开主跟挑战主 它是各有60个名额 那这60个名额 你是要采网路报名 那体验主的部分就是现场报名 可以大家合家来同乐 那今年的整个报名费完全免费 而且首创 你只要报名社会公开主跟挑战主 我们就送你纪念衫 就是现场这件 纪念T-shirt 还有毛巾 还有一个号码布 那你凭这个号码布 就可以到我们的郊西森林峰里 或者是温泉游泳池 凭布这个泡汤一次 那除了这个 这两组之外 那你报名体验组就可以有一颗柚子 有300颗送完为止 那除了报名好礼之外 比赛的奖励 社会公开主第一名就是3万 第二名2万 第三名1万 第四名就是6000 第五名到第六 到第十名的话 就都各3000块 那另外全部都颁发有奖杯 那挑战主的部分 我们会以你的年龄 你只要踢到一次铃铛 分别就是200块或者是300块 最高限额是 就是10次 就是2000或者是3000 那至于体验组的部分 你当天 你只要踢到铃铛 我们就会加码送一个 精美的纪念品 公所表示 社会公开跟挑战组名额有限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 郊西公所网站来报名挑战 宜蘭新闻记者 张立林采访报道